爸,我回来了 爸,爸 小倩,把东西先放下吧 我爸可能出去玩了,一会就回来了 小倩,怎么了,把东西先放下呀 大洋,洋洋这就是你家呀 小倩,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吗 好,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嫌我家穷,嫌我家丧 大洋,你 你什么你 我家再穷,再脏,这也是受我养我的地方 咱们现在还没有结婚,你后悔还来得及 大洋,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家庭 你没家过得再差,我也跟定你了 小倩,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但是,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呀 大洋,你在城里吃好的,住好的 让咱爸在家里受罪,你还算什么好儿子 我,从今天开始就把咱爸接到城里和咱们一块住啊 小倩,你怎么那么好呀 像你这样的女孩,真是打着灯笼也不好找呀 那你可得好好珍惜我呀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坚定的跟你在一起吗 因为我呀,正直,孝顺 是,也不是 其实咱俩刚出对象那回,我也在犹豫,纠结咱俩是不是真的合适 然后我就找人看了一下 结果人家说,咱俩气场合适,性格互补 以后过日子,保准幸福 小倩,你还信这个呀 不信都难,当时我一抱咱俩的生日 人家就知道咱俩是20年认识的 还说你将来肯定疼媳妇 我仔细想了想,虽然你家境不太好 但是,你只要有一块钱 恨不得把九毛九都给我 这样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人 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小倩,我以后会一直对你好的 可没有答应嫁给你哦 你得接着努力 那我先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让你过着好日子 哎,爱子回来了 爸 爸 老祖宗流行 我 万事兴 万 千 千 千